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广大观众非要让我们聊一聊 我很不想聊的一个事情 就是曹云金的要了结一切的这篇文章 引起来的郭德纲 德云社 这个话题真是该怎么说 咱们先看看相关图片 您瞧 这就是郭德纲和他已经被赶出去的 开除出家谱的徒弟 曹云金 然后这个郭德纲发的微博 你瞧这个话 就是用云字的这个意名者 是七天灭祖 悖逆人伦 逢难辩解 卖师求荣 恶言构陷 意狠心毒 似此寡怜掀耻 令人发指 未尽孝悠 夺回意名 诸出师门 我总觉得像看电影一样 你看这个班归也很有意思 一不欺失灭祖 二不结党英私 三不什么再班私班 这个你看有一个刨活 阴人打架斗殴 我觉得这个你看你先说这个班归 很有意思 他有几条是可执行的 就是我觉得你比如说带酒上台 我就见过这个喝了酒上台的 那确实不合适 对吧 带酒上台 这是很明确的 打架斗殴 对吧 但是你看有些东西啊 就涉及到一个谁来判断 对 就像法官是谁 就什么叫欺失灭祖呢 对 哪种行为算这个怎么着 比如说就像我们说 你不能道德败坏 对 但你怎么道德败坏呢 这个入了班子 班主说了算 对 你要不就不入 你入了你就得守规矩 对 是不是这个道理 你这样的就是这个班归呢 班归它是一种规则 对吧 那么这个规则呢 因为社会的规则 它是有很多种的 你比如说有法律 对吧 有你这个行规 也有道德 如果说你的这个班归 跟法律是相违背的 那你这个班归 按照我们的理解 你这班归是不对的 王老师 你现在其实说的就是 你比如说这样 以前是师父可以打死徒弟的 如果说有这么一条的话 那是违法的 所以我们讲这个 就是现在这个里边 现在我们看到的 这两个人的丝啊 我认为他们说了 这半辈子相声 这是他们两个说的 最差的一个相声 两个人摇起来 然后摇起来以后 你看那很多事情 我们判断的规则 都是混杂在一块 中国社会进步到今天 英国有一个这个 这个著名的法律专家 叫梅英 他就讲这个 一个社会怎么发展 比如说古代社会 跟现代社会 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他有一个话叫 一切社会进步的运动 都是从身份到契约 也就是现代社会 跟过去社会 最大的区别 是从一个身份社会 转变到契约社会 但是你看这个德勇社 他这些班归也好 还是郭德纲 他要求的那些东西也好 还是曹永金回应的 那些东西也好 你看到里边 这些东西都纠缠在一块 一会儿是身份 一会儿又是说 我是一个很独立的人 一会儿讲 我怎么跟你交钱 一方面又 你说又是人家的徒弟 所以很混乱 所以我们觉得 校生可能发展到今天为止 他在很多方面 可能在与世俱进 但是这种管理 包括这种身份 包括他的内部的规则 可能是 这个这一条真论 引发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一会儿他的身份 可能是一个师父 古代的一个师父 可以随意打头地 我们在那个 大王别记里边 我们看到的是吧 那一辈子 那就是师父 你多大的酒 对吧 到最后拿去 马刀就 你说对了 就是我们这个编辑 这个小静 你看他们这个90后的 他看见这个故事 他就想起 陈凯歌的这个霸王别记 对 所以他还专门找了一段 我发现 我发现连这个 那个里边的小刺 也说出了你刚才 对 类似的话 这真是让人 这个腐筋追悉 我们可以看一下 曹老师 罚我贵 你犯法 不罚 不罚你永远是下三滥 还想成绝 做梦 没错 你领我来 哪是想让我成绝 你是想成个小立本 小脆本 小跟包 小腿子 小龙头 你放肆 你大胆 我让你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 还不给我跪下 师父 以为没累日子了 四儿 滚吧 一辈子跑 你这种早去吧 陈老板 您这话 要搁在旧社会说 我信 在新社会说 我不信 我要是再跑龙炮 对不起您的栽培 比上这时空错乱 当然咱们不能简单的彼付 这段选的非常好 你听到他在走出去的时候 我们背景音乐 你听到没有 那是社会主义 社会五十年代的音乐 他说到这是新社会 其实就不是时空错乱 而是一个两个价值体系 交错 先接的过程 我们究竟用哪一个规则 这个里面说的很明确 旧社会 我们用旧的规则 可能我信 但是在现在我不信 那咱们这个郭曹之争 用什么规则 他俩没弄清楚 咱们不能跟他去搅在一起 这个就有些事情就是很复杂 就是说这个黎元行 包括现在的这个相声行 你知道他有很多很残酷的地方 就是你比如说 我给你举个例子 像刚才说有句话 大家不一定明白什么意思 刨活阴人 你就想不到 在我们主持人里都有这种情况 你实际上你可以说 他意德非常差 但是实际上是一种残酷的竞争 就是说有你没我 有我没他 比如说咱俩主持人 我抖个包袱 但是我抖这包袱啊 需要你前边垫一句 这说好了吧 就是不让你出这场 真到了台上 我恰恰不说这一句 就是在这相声行里 就是说 因为你破坏了整个的演出效果 就是意德 就是这就是意德 武松打虎那虎坚决不死 说你给我多少红包 所以我说可能是有这么一些原因 你像当年的戏班子 他发展出非常严苛的一些个规矩 而且也是因为生存不易 但是这个有人就讲了 说这个问题值得讨论 值得讨论的倒不是人家之间的恩怨 人家恩怨太复杂了 对吧 但是有人把这个提高到什么 传统和现代的矛盾 传统与现代化的矛盾 比如说也不要简单的讲 就是说曹云津他是新一代人 他可能是契约去理解这个关系 可是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 我想跟你们探讨 就是说有些人相信 包括郭德纲 我认为他相信 很多传统玩意儿的沦落 跟不守这个老规矩有关 我不知道这个老规矩是什么 但是似乎你比方说 咱们现在有这个中医学院了 但是大家应该承认那种好像中医 好的中医啊 似乎是在减少 就是说这种稀释的教育手段 是不是真的就不能培养一个好的中医 是不是甚至有些人就是讲啊 当年培养中医你就得跟着师父住一辈子 他不管是传递你这个医术 他的人生经验 他的很多德行或者很多东西 你都得跟着他 你包括像孔子的学生叫游学 你跟师父住一块 只有这样你才能得到道 你包括这个京剧 现在人家也说了 说有京剧院了 这种人人平等的教育方式 但是这我就觉得需要研究了 到底京剧的名角培养出来 是不是真得用霸王憋姬里的那种老办法 师徒制 恨不能打死你 甚至很多现在跳舞的女孩 也就是说 哪怕舞蹈学校 你知道那也得打呀 对 就啪啪小棍打 就不这样你出不来 那这个是不是这样 你其实是说到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就是西式的教育在中国 它最终和中国的土壤 有多么大的吻合性和矛盾性 我们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 西式的教育使我们传下来了 到今天没有改变 还是实际上这个师徒 这种师徒的关系 或者是小班子里面的这种规矩 其实也在西式的教育里面充分体现了 这两者也是混杂在一起 我们不是也经常看到 网上暴露一些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这种翻脸 这其实也老师可能他以为我是老师 一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但是在西式的学堂里面 这个父的概念怎么去理解 对 这种关系其实是当下 也不光是这个黎元 而也不光是学术界 而是各行各业 咱们实际上您说的这个契约 从这种身份到契约的转换 没有完成 对 它是其实在很多层面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讲中医 前一段时间恰好 因为我们刚立了一个中医法 中草药法 就这个说 这个第一次承认 因为以前那个要考医师的 然后有些老中医说 我怎么考 你还要考英语 我这一辈子打交道 就跟中医打交道 我写的字就是汉字 西医跟我们有任何关系 但是我们的那个规定 就是他必须去考那个英语 所以有些考不过 这一次呢 他这里边就规定说 这个有师承传承关系存在的 如果有两个德高望重的人承认 那是可以证明的 那除了这个行里边 我们现在看到 事实上社会它在进步 中医在进步 包括里原行也在进步 你现在看金具 有很多金具班里边 它并不是这种事成关系 那我问你 进步是不是某些传统玩意儿 沦落出不了人才的原因呢 我觉得我们过去啊 事实上因为过去好东西太少 好东西太少呢 你就你看到那么几个人 你比如说我们 我们其实八十年代的时候 我们看的电影就是 地道站和铁道游击队 那个时候就似乎 那个时候就好像有多好 但是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太多了 就是你现在 你比如说你看 现在李元航的人才 你拿出来的那些人才 我们现在各行各业 其实出的人才 它比过去我认为要多很多 包括这种品样模式 相声为什么到今天为止隆络了 相声到今天为止 它没好玩意儿了 它没好玩意儿的原因在什么地方 就是这门手艺本身 到了现在本身可能不符合大家对艺术的一个要求 那郭德纲怎么那么受欢迎呢 那因为它这个符合现在大家对相声的一个追求 因为它它总是有自己的东西 我们以前听的相声 你比如说没有网络的情况下 我们那些演员 那些所谓的国家一级演员 它是可以装的 对吧 它一年就说一段相声就可以 今天在甘肃说 明天在北京说 后面到天津去说 大家谁也不知道 但是有了网络以后 那些人立即露馅了 他们又创作能力 它脱离老百姓了 当年天津的那些相声演员 雷自于生活 他在底层生活 这是最重要的 然后呢 不断的去垂裂 他的那些 这个一百一眼的东西 然后你必须裂到家以后 大家才能够口袋里边掏铜板给你 咱们先去一趟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一点都不想冒犯谁 但是呢 就是我也不得不承认 就这几年呢 我听的唯一听的比较多的相声 还就是郭德纲 对吧 就包括他的徒弟 我也没觉得有那么把我能逗乐 所以这也是个没脾气的事 是吧 我觉得黎元航 我还有一点想 续着刚刚马老师说的 这个黎元航或者地道战 到底过去有什么东西 其实黎元航和地道战不一样 黎元航他是各家各派 每一个京剧门派流派 他有自己的唱法 这个唱法非师父把着你的手交 把烟袋捅到 筷子捅到你嘴里去搅 你学不到手的 这种西式教育 这个师父带徒弟 这种传授秘诀的方式没有了 而在只有在相声这一圈里面 师父带徒弟 还真能带出了几个他自己这个流派的 捧跟怎么捧 这个斗怎么斗 他们两者互相的这种默契 这种和谐 这种故意制造的戏剧效果 他只有在自己的这个黎元班子里面 自己之间的传承 他才传得下去 学院里面教不了 所以这是 是吧 所以当你把这个师徒传授 就是我老师把我的最绝密的东西传给你了 你转连走了 我不去判断他俩 我心里很难受 你就是撬了我的行 但是你现在你看那个郭德纲 郭德纲为什么我觉得大家欢迎他 因为他总是有新的东西 而且有自己的那些东西 就不然说每一次他说的东西可能不一样 而且原创的东西非常多 这是最大的关键 倒不是说他的技巧 倒不是说他在那个说的时候 当然他的技巧也是很重要的 对吧 但最根本的就是说 他这个他之所以受大家欢迎 之所以现在有这么好的市场票房 最根本的原因 他真是为相声而生的 我觉得 这个人吵架也好 啥也好 你总觉得 你看他总能总能说出道了 所以虽然是就是说 也有人讲 就说他这个相声都是屎尿屁啊什么的 但是这个你不要说就像当年郭德纲说的一样 说这个 那大概是水平啊 或者什么的道德呀 先逗乐了吧 不逗乐了 更好笑 我觉得现在人能乐太不容易了 所以但是呢 你知道我就是 我最近看到一个人物 就采访过我的一个记者叫刘磊 他发这个朋友圈 我发现在这个曹元金发这个事件之前啊 郭德纲接受过一个人物的这个采访 这个采访 恍若是他对这个事情的一个 一个逆时针的一个回应似的 就因为他在里边讲到一些话 我就觉得呢 你看过去我有时候咱不关心这个人的私生活 或者你们之间试图恩怨 但是我就觉得就像郭德纲在文中反复说的 你们有很多你们不理解 我们之间的很多东西 你们外人永远不能理解 那老师这么说 我相信是这样的 因为呢 他有时候有些说法 说实在的 郭德纲没那么老 他比我岁数都小 我就有时候经常 其实他说话挺逗 就是说 他老是流露出一种老态 就是我上岁数了 然后一说起他这些徒弟啊 这些孩子们呢 孩子们呢 就跟孙悟空这样 猴儿们的孩子们 他老是好像要把自己有一种 就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特别是有一种好像就是老 我就觉得他喜欢把自己说的老一些 其实他比我还年轻 你知道吗 老也老 我想听你这么是逆时的一种应对呢 不是 因为他是先接受了这个采访 然后曹元金才出了这个事情 才发了这篇文章 所以他这里边讲到 比如说关于怎么算钱的事 跟曹元金的说法是有一些不同的 这个谁来裁判 很难说 曹元金说当时拜师 我是给了多少多少多少钱 他这意思就是说 你不能这么算 你呢 我还带着你走学呢 怎么你一个小孩子 十一岁小孩子 那个时候一个月能挣几千块钱呢 这种咱就无从置评了 你知道吗 这个账是怎么算 但是我就觉得这个观念 你看 人物记者就问 说有的小孩 有的人会说 我想成为你 我想成为大师 类似这样的话 郭德纲就说 我这没人说 因为我们从一进门 就开始洗脑 就先告诉你 你连一个人都不算 所有徒弟都算上 像岳云鹏 他们从小挨的骂都无数了 就是说 你和狗站在一起 你不如狗的价值高 当然郭德纲可能有时候说话 有点 有点干嘛 有点夸张 他说 但是他的意思 大家能领会 就是他说 你先别说成为艺术家 你先努力成为一条好狗 人物记者说 这话 这听起来有点人身攻击 郭德纲说 就是你必须人身攻击 你把它摁到你里边 完整的打碎 他所有的自尊 从头再来 你不能尊重他 他说 我所经历的 比被人骂还狠 什么我这四十来年的经历 我估计 他自认为被人害过的经历很多 但是我就说 还是探讨一个艺术史的问题 我有点不明白 是不是真的培养出一个梅兰芳 培养出一个名角 得靠一种打碎人格 就是从徒弟 把宗圆扔碎 这么一种做起 这是不是中国人独有的一种培养 传统艺人的之道 而你要不这么做 不按这个规律做 是不是真的就出不了当年那种大师级的人才 或者就是不是这个流派里的大师 我有点好奇现实 我觉得就他这种做法 包括他的这个说法 本身可能不能成为大师毫无关系 对吧 比如说一个大师站在那个腿上的时候 比如马三利 你别看他干瘦干瘦的 但他的那个人格 他的那个体现出来的那种自信 我想绝对不是说当年挨了那么多的打 当年把他揉碎了之后 基因进行重新组合以后 最后真的变成一条狗以后 他才那样 他绝对不是的 所以现在因为这个事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就庚子可能就在这儿 就我认为你是一条狗 但是曹雍金认为我是一个人 然后人狗直接就发生了规则不一样的 你人在认为我用人的规则来解决 狗认为你是一条狗 我应该按照狗的道理来对待你 所以出现了问题 其实他们直接的问题 拿到现代企业馆里边非常好解决 你说马云当年创业的时候 他给那些人怎么样来制定规则的 平时我们一块创业 你这么风光 我们都没有 你拿那么多股份 我们都没有 当时是有规则的 现在很多创业公司到了最后以后 急飞狗跳离轰 打架吵架 往监狱里边送 根本原因在什么地方 就是当年没有把这些说清楚 比如说学费 学费我觉得是可以收的 为什么不能收 你在我这儿吃 在我这儿坐 我收五百块钱怎么了 这是对的 然后你在我这儿学义 我打打你 如果说关系门来雷讲 也是对的 我这一次我回老家 我遇到一个事 就是我姐给我讲 她的孩子现在在上小学嘛 然后给我讲说 那个要给老师去送点礼 我说为什么 她说她不打孩子 我听了以后很奇怪啊 她说 我说不打孩子 你还给她送礼 她说你送了之后 人家才打你家孩子 才好好教育 才把你当自家人 来进去对对 就这骨子里边 你发现中国老百姓啊 对这个成贼 包括成贼过程 成贼路径 你发现 我们每一个人可能 骨子里边都根深蒂固 就是师父必须打你 其实就想到你说 这个把它摁到泥里 把它整个人格都打碎 然后再重新塑造 其实我就举一个西方的例子 我到美国念研究生的时候 我从中央美院念完硕士了 到了美国之后 她说你必须再念一次硕士 我说那我的中央美院的硕士呢 你不说重念硕士也可以 你把我们这儿的硕士课程 重新修一遍 我们必须按照我们的方式 来培养人 你以前学的只是一个最基本的基础 我们要重新塑造你 所以就从头念起 就基本上等于 你以前学的都等于零 那就是一个配料 他认为我这个应该给你给多少配料 是吧 多少原料的东西 你带来的就是我们录取你的可能性 现在我要重新塑造你 就是我要给你打碎 我按照我的方式重新塑造你 然后我换一个学校 那个学校说 你从我们的硕士修起 所以我就冤枉的 幸运的读了很多书 因为一直就要求你 重新被塑造 你比如说我们重新被塑造 那这是不是一条艺术成才之路 我当年很反抗 现在回头想起来 比如说西方美术史方法论 我来来回回念了好几遍 是因为不同的老师 不同的地方 两个学校 那我觉得我念的很冤枉 今天我觉得收获很大 我可以翻来覆去 怎么说我怎么都知道 对 其实就是诗门里出来 给你打碎了 就用鞭子 对真的是那种原汁原味的东西 而且是中国其实很多领域 包括经济学界 当年给个开发钢 然后就配了一把人出去 我们德高望重的吴定连老先生 现在他的很多经济学素摇的东西 就是当年在美国的大学里边 旁听人家本科生的课 那么一把年纪去听 他说 我学到了人家的那个精神 然后拦过来之后来 指导中国的改革 所以这种东西我觉得 有一些地方 比如说你学美配 那肯定不一样 你学其他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事比较可惜 在什么地方 就是本来可以用现代规则 来处理好的事 最后变成这么一个 不是 他不可能啊 他是从传统那出来的这么一门玩意儿 可能啊 但是利益是可以 你郭德纲本身就信仰这个东西 你进入我的圈子 你哎 现在社会人人平等 你要不爱玩 你你别拜我为师啊 你拜我为师 你按照我的规矩啊 那在他看来 我就是这个道德观 其实我倒想给郭德纲一个建议 以后在他这个这个颁法 叫什么法 家规家规里面再加一条 一旦你要想走人 你像范冰冰和琼瑶这个处理的方法 你倒给我多少万 解决 他这个很好解决 是很简单 比如说你以后你可以 我就在协议里边规定 你几年以内不准登场 或者不准再搞一个跟我竞争的东西 这是现在法律都是允许的 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这个 很多篮球运动员 足球运动员 如果从小在一个俱乐部里边培养的话 那你必须给我服役多少年 这都是对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啊 其实比较遗憾的是 这两个人在相真的对复兴相声 我觉得都做出了贡献 但是最后搞得极飞狗跳 最后搞到这么一个低端的程度 它是不应该的 而且我们有很多东西完全可以解决 比如说钱的问题 有好办法没解决 对吧 包括两个人的关系 都有办法没解决 你看那个三西票号我经常讲 人家当年火计 那个火计拿着那么多的银票 从来没有出现过 把银票拿着跑要的 一例都没有 但是我要是郭德纲 我要是郭德纲 我就得说你 你完全不懂相声 也不懂我们相声行里的规矩 所以你才会说这样的话 所以我站在一个不懂的角度 哈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